为了落实租税教育向下扎根以及维护民众租税权益 台东县税务局在10月特别举办两项大型租税教育宣导活动 有漫游线上有奖振达以及健康慢步骤等多样化的活动内容 也欢迎乡亲及同学们踊跃参加 为了落实租税教育向下扎根以及维护民众租税权益 台东税务局特别在10月份举办了两项大型的租税教育宣导活动 一个是室内低头的网络线上活动 第一个则是10月29号在森林公园举办的湖外建築 就是我们来落实租税向下扎根 透过多元的活动建立让小朋友们能够有完整的租税概念 目前我们针对本县的国中小的同学们做线上多奖振达的活动 藉由同学能够观看里面的短片 然后建议消费者所取同一发票的正确观念 还有云端发票的那种变异性 还有我们一些多元的缴税管道等等租税的一些基本的尝试 漫游线上有奖振达活动只要是县内的国小国中学生 从今天开始到10月31号为止 上台东县税务局的网站观看税务知识的影片后 回答正确答案 留下资料就可以参加抽奖 健康慢步走的活动 这是我们特别以设计在用轻松建走的方式 然后搭配租税闯关的一种活动 那除了我们宣导我们的地方税 还有一些便民服务措施以外 然后我们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呼吁民众 鼓励民众多用云端发票 消费的时候多用云端发票 那这个活动的内容跟报名的方式呢 我们想起我们可以 持续关注我们的脸书 或者是打电话到我们局里 此外在10月29号 也举办了健康慢步走的活动 活动现场有设置趣味的闯关游戏 以及美食摊位 还搭配摸彩活动 最大奖可以获得一台易经电视 而税务局透过多元的活动 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一同来参与 建立完整的租税概念 欢迎乡亲及同学们 永远共襄盛据 记者杨子轩 台东市报道